好 那我們回到這一個場景 我們只是要加一個燈光的製作效果而已 所以先把這一堆燈呢 都給 關了 OK 好 那全關了以後它應該會 因為場景中就沒有光了 場景中現在就沒有光線 所以 回到這個視窗看一下 Visio Camera Render 好 那沒有光線就一片漆黑 好 因為現在沒有光線 好 那 有一種打光方式是用模型打光 你也可以 因為Visio Camera的 如果你 我們在傳統的Scanline 你在模型把它設 Self Illumation 自體發光全開 它根本不會發亮 它只是一個 看起來不受光線影響的物件 但是呢 如果在Visio Camera裡面 就Visio的環境裡面 就是Art Render 是一個Visio的環境 那你去做一個3D物件 上來一點點 然後攝影機的角度換一下 我把旁邊一點 從這裡動 OK 好 背景是黃色的是那個 我這四面牆有顏色啦 OK 那 這一個呢 甜甜圈呢 我要把它當作燈來用 先弄粗一點吧 上面有個Tonus 粗一點 大概這樣 好 打開材質編輯器 建一個 Physical Material 丟給這一個 好 陶老師 OK 那當然 呃 我不希望它上面有反光 所以 Ravenys開到1 完全不光滑 完全不光滑 好 然後呢 你希望它會發亮其實很簡單 Emission 還有 本身的顏色不作用 關到0 就是本體色現在不作用 我讓它直接作用只有發光色 好 啟動發光 然後就變這樣 我就會有一個環形的均勻的光照 環形的均勻光照下來 因為滑鼠有點連點的問題 所以調整一下大小 那你調整大小 它的環形照明形態就會改變 好 有沒有看到 如果開一點 底下就會受到光 因為 這光線會打到這個 就會有這個光線下來打到地面上來 那如果弄小一點 就變成一個很小的環在上面照明 好 那它粗細 當然也有一點點影響 好 調整一下 看一下光線的感覺還不錯 那就把它搬到上面一點 畫面上看不見 好 那 然後就 太暗了 就太暗了 太暗了怎麼辦 那 這個底下呢 有它的Luminous 灶度 或者明度 好 那預設是1500CD 你可以自己加 比方說5000 應該會爆量 還好 因為有衰減的關係還沒有爆量 OK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做 調整 好 讓現在其實上面就只有一個環形的 一個圓圓的肢體發光材質 那它整體的亮度在這裡做控制 那它整體的亮度在這裡做控制 好 我把田田圈用成只有三角形 好 三角形 就是只有 欸 不是那個三 是 這一個 三角形 只剩這樣子 然後這個門這沒影響 這個還好 這只是 這個 斷面的 斷面是比較遠還比較不遠 是它發光的均衡程度 好 如果這個圓柱 它是三角形 它造出來的樣子跟 12 是不一樣的 因為 發光的均勻度的問題 好 所以你的這個模型的 大小還是有一些影響 好 那 至於你要用這個 還是要用這個燈 欸 其實呢 這個燈是沒辦法變成圓圈圈了 好 那個燈沒辦法變成圈圈 可是這個燈 它還是可以變成圓盤 變成方形 變成一個日光燈管 所以如果你只是要一個日光燈管 不要拿 不用做模型去發自體發光 如果你只要做一個光板 也不要拿一個板子去做自體發光 好 你要圓盤 也不需要拿板子做自體發光 你只要一顆球 這些都不用 好 就是 因為這一個如果你選擇Line 這個 等你選Line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滑鼠連點的問題 OK 這裡 這個燈會變成旁邊有一條線 有一條線 然後這條線呢 就是有長度可以控制 好 然後 這樣就是一個線狀光源 線狀光源 它就是一條線 然後是 以一條線360度發光 那如果你要看起來像是個 日光燈管 你可以選Sync的 那 這個還可以Render出來 如果你要日光燈管 可以直接在這裡做 不要拿模型做了 好 如果只是要 我把這個刪掉 把這盞燈開起來 所以現在它頭上有個日光燈管 好 現在這個 物件的頭頂上有個日光 日光燈 搬過來一點 轉角度 轉 水平的 把燈管調 再調大一點 長一點 好 那照明的感覺 也會受到影響 那這個是 如果你的形狀沒有很特殊 那就用這個方式就可以 如果你的形狀很特殊 那採用實體的模型 去做Emission的控制 好 那當然你自己的顏色 這盞燈的色溫 這個燈的色溫 如果你用實體發光 它的色溫在這 如果你用的是這邊的燈 那它的 它的顏色 它是什麼燈 還是你要用色溫控制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它是什麼燈 它是色溫控制 然後你這樣留名 還是CD 還是Lux 那控制方式又不 這個單位又不一樣 好 那 物理燈光 你都必須考慮到這樣 因為物理環境本來就複雜 不過呢 你就是簡化來看 就是如果 你全部都用流名 全部用K值 或者你要選什麼燈泡 那當然也可以這樣的 簡化它的 你的操作需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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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